- 韓國人此時此刻內心啊真的是非常的激動 為什麼非常的激動 也就是啊我相信現在全美或者這個大陸啊 非常多人都在討論什麼 都在討論這個波頓的新書啊 那波頓是誰呢 波頓也就是這個前白宮的國安顧問 也是在川普離川普最近的一個人 所以他了解所有川普 不管當時開會啊討論的所有的內容啊 或者是去接見各國元首啊 他都是非常清楚的一個人 所以他當他出這本新書啊 為什麼韓國人覺得非常的激動啊 因為從他新書裡面透露出來的內容 因為新書還沒正式發售 但是已經有內容透露出來 所以你看現在白宮也非常緊張啊 甚至要對他提起什麼啊 希望他不要出那本書啊 要對他提出這個法律的一些訴訟啊 所以你更可以見到是說這個書的內容啊 對這個川普啊會有多大的選舉影響 因為已經美國總統大選已經要快了 而且昨天韓國人也告訴大家 你看川普完全不顧這美國的人命 只顧自己的選舉 甚至在週末要辦這個什麼 辦他的肇事晚會 哇還要辦肇事耶 現在美國一天兩萬多例 現在北京一百多例就已經說什麼 哇我們的綠媒就說什麼 啊這個已經疫情爆發了 已經怎麼樣無法控制失控了 那全美現在都還是兩萬多例在跑耶 有我們川普川建國同志 還要辦肇事然後韓國人最近告訴大家 本來是要叫他簽切結束就是 啊你若今天得到新冠之類 有得到什麼疾病 不關我們的事 就最後可能被罵一罵 所以說好 好啦好啦不簽切結束了 發口罩發口罩 所以啊你看嘛這個人根本不在乎 這個美國人民他只在乎自己選群 就跟台灣的民進黨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啊就像韓國人說啊 美國啊至少還有一半多的人啊 因為你們去想想看當時希拉蕊 其實選票是贏了川普嘛 但是他是因為選舉制度 輸給川普 所以我們也在說啊 你這些絕青在那整天說 我們要幫香港 我們要撐香港 我們要幫他們爭民主自由 那你要不要先幫這個美國啊 美國還也不是爭普選喔 對不對他也是靠這個所謂的 這個每一週 如果一週裡面這個選票最高 哇那個等於他的這個選舉人票啊 全拿 比如說這一週的選舉人票有三張 我韓國人贏了這個誰 陳柏惟好了齁 我贏了陳柏惟 所以我三張全拿 但是不計票數各位 所以可能如果我今天一千票 陳柏惟剛好999票 哇那差一票 那我等於我這一週我全拿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很瞧不起 那些絕青整天在那時候 要幫人家爭取自由民主 也就是這樣啊 自己美國都辦不到 甚至現在波頓 要出這個新書 因為可能危機到川普 這個美司法部啊 尋求緊急命令啊 阻止波頓出書啊 嘿嘿 這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所以韓國人看到這波頓 他流出來的內容 內心非常激動的原因是什麼 也就是啊我創打假漢將 創頻道創到現在啊 我所有的推論 我所有講的美國 從上一年就告訴大家 美國根本不care什麼香港那些 他只要怎麼樣 只要能利用香港 只要能利用台灣 就像韓總說台灣就是一個棋子 我們甘願做人家棋子 我們甘願當人家狗 結果殊不知 哇 前國安顧問完全怎麼樣 給我們一個解答 韓國人你是對的 非常多願意出來發聲的人 你是對的 因為確實就是這樣 因為波頓裡面就強調一點 就說什麼 川普啊對台灣完全不友善 然後他也透露說啊 香港當時反逃犯條例啊 其實川普是不太想要 坦這個渾水 但是沒辦法 因為為什麼 因為香港這個議題可以怎麼樣 就像台灣可以拿來 牽制中國大陸嘛 所以怎麼樣 又現在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挑起反中 所以讓人民 讓美國人民很多人都忘記 這個川普對疫情完全無能 所以啊 我終於懂為什麼川普 當時在5月29 我在他的推特 發了一個文章 雖然短短 但威力很強 也就是 好像是要怎麼樣 好像是要 真的憤怒到了極點 因為原因很簡單 因為5月28 這個人大通過了這個什麼 這個香港的國安法 所以這個等於為什麼川普 那麼激動的原因 是因為 他的一個唯一可以戳大陸 可以拿到選票的一個籌碼 也被大陸怎麼樣 嘿嘿 沒辦法再讓你們 這些西方國家亂玩 我們要剷除這些漢奸了 所以這完全在波動 這個新書揭露出來說 這個特朗普 川普 不想要去坦這個什麼 反逃犯條例的渾水 這完全就怎麼樣連結起來 因為他最後還是去做了吧 因為一定是怎麼樣 選票考量嘛 就像韓國人剛剛講的 因為香港這個議題 可以牽制中國大陸 然後怎麼樣 就像他們現在在操作的 這個美國 對於這個仇亞裔啊 仇宗啊之類的態度 這些都可以拿來當做籌碼 但是今天結果被怎麼樣 被大陸人大 不讓你玩了 哈哈 我就覺得很可笑啊 世界上哪一個國家 或者哪一個地區 不管他們要選 他們的這個領導 或總統也好 你有看過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地區 他的政見 是說我要守護主權 是說我要這個 抗什麼保什麼 你有看過嗎 近期大概只有台灣 笑死了 很多國家 那個領導人要做來選舉 基本上都是怎麼樣 顧民生 希望讓人民過好生活 結果只有台灣怎麼樣 還在那什麼 顧主權 主權到底是什麼啊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討債啦 連釣魚台都顧不起來 所以我們才在罵 這個我們的游錫坤說 這個跟日方喔 共同發展 這個互相這個 避免這個爭端 那你們都跳票啦 那所以韓國瑜 你們整天罵他跳票 你們跳票 都沒事 對不對 陳其邁還可以辦什麼 畢業典禮 明明是繞跑 所以啊各位啊 就像韓國人講 一切都是怎麼樣 雙重標準 那更一部講 是根本沒有標準 所以今天波頓出這個新書啊 這個我們所謂台灣的官媒 這個中央社啊 都有報導啊 寫的也非常辛辣 他說波頓新書爆料啊 這個川普啊 未連任啊 這個求這個大陸的這個主席啊 哇對他求情啊 哇講得很像跪下來一樣 但是當然啦 我們實際去看 其實講嚴格來說 川普的思想 他的結構裡面 一切的一切 他只是為了怎麼樣 能連任 所以當時 不管這上一年 這個絕情為什麼 我覺得今天看到這很欣慰 因為當時很多絕情還在跟我說 你看哇 你看那個中美貿易大戰都在打了 就是韓國人你還在舔對岸 哦你還在幫對岸講話 你看那川普到時候怎麼樣 一定會把這個對岸打趴 哦怎麼樣 哇當時他們講的這個 講得好像跟真的一樣 我當時不以為然 因為我很清楚 國際的政治 本來就是怎麼樣 就是跳探狗嘛 就是互相你錢我退 對不對 結果今天哇波頓馬上打臉那些 整天只會看民視看伊電視 看蘋果 看那種三立的這些死絕青 馬上打臉啊各位朋友 其實川普的中心思想 就只是想要連任 甚至還希望這個大陸的這個主席 多多大陸向美國買農產品 好讓他怎麼樣有面子 所以你們看嘛 檯面上這些民進黨或綠營 這些媒體一直要塑繞成好像怎麼樣 好像哇 美國要幫忙這個我們對付中國大陸 就實際上根本不是 所以難怪這個川普政府 現在不想要潑震出這本書嘛 因為這本書一出來哇 整個大家化人了 原來川普還去向中國大陸 求情幫忙 幫忙他連任 這我才跟很多這種台獨爵青講嘛 你笨蛋才放棄14億的市場啊 川普搞了老半天還是希望這個大陸 能向他們買農產品 然後買完農產品怎麼樣 就能因為川普的選票多半屬於 南方這個比較屬於這種農業的大城市 所以他就可以鞏固他的選票嘛 可以對他之前他的一些承諾嘛 所以始終怎麼樣 還是要靠大陸嘛 所以為什麼 或者是很受不了台灣現在怎麼樣 還是活在那種假文青 還以為活在一種 好像一個只是要爭取民主自由 在那想 國際哪有人在想的 國際只有利益 只有你今天你可以讓林北連任 你可以讓林北賺錢 只有這一些而已 哪有什麼 真的內心的思想沒有各位朋友 美國也是靠宗教好不好 也是靠基督教啊 天主教啊 你要靠政府來 撫慰你的心靈嗎 別鬧了啦 美國也很多窮人 所以你看光這次疫情 你看美國那麼多人失業 台灣也是很多人失業很多人倒閉 你看蔡同學跟川普這兩個 一模一樣的德性啊 完全不在乎啊 所以韓國人就講 你看推出什麼三倍的消費券 好啦川普還贏一些啦 因為他直接發現金啦 他發現金還上面還寫自己的名字 是這個川普送的啦 我們川董送你的錢 謝祖榮恩跪下來 哇我還以為來到什麼皇帝國家 美國帝國是不是 超級low耶各位朋友 就這麼超級low的國家 結果我們台灣還一直 美國要幫我們 大陸來了 美國要幫我們 然後每天說什麼 大陸的戰機來台灣 就哇 一看到美軍的戰機 哇來到台灣 哇就好棒好棒好棒 哇太棒了 要幫助我們幫你個頭啦 以這個亞洲利益來說 美國最注重的只有什麼 大概只有日本啊 南韓大概也是會注重一些啊 因為南韓要牽制北韓啊 但是現在北韓 這個最近這個金羽政這件事情 我看啊 現在此時此刻 因為彭佩奧當時一直瘋狂罵大陸 但是此時此刻 現在竟然彭佩奧跟大陸的官員在 這個夏威夷在那談 應該也是在談這個北韓 還有台灣的事情啊 但是你懂國際政治 你真的去理解這個地理地緣的話 你就知道其實北韓這件事啊 我看到很多台灣絕精還在那吃爆米花看笑話 然後再做一些這個 金羽政的一些枯手的圖片啊 但是我毛骨悚然耶 因為今天北韓不安定 如果今天美國沒辦法透過南韓去解決北韓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今天誰能解決北韓的問題 就是中國大陸嗎 那北韓的問題如果沒有解決會影響到 美國在亞洲最大利益是什麼 也就是日本嘛 所以你懂國際的這個倫理 你就知道啊 你就知道北韓今天做了這件事 會讓美國相當緊張 所以今天跟中國大陸談 那請問一下中國大陸要幫忙解決北韓的事情 那它裡面的一個籌碼 現階段要收復的利益就是台灣嘛 所以還有很多人都以為 我和北韓發生這件事沒什麼感覺 是總歸一句 這些不管任何的利益來說 不能阻止我這個川慶國 我川董 我特朗普的連任啊 我管你們那麼多啊 從被要狂罵大陸 但沒關係 最後還是兩個 那種跟大陸官員好好坐下來 因為這個可能危及到我川普連任 他們只care選票 所以今天完全證明啊 韓國人之前跟大家講 不管跟傑青在那邊辯論 基本上都是對的 方向都是正確 那你們還要裝稅嗎 唉唷還要在那幻想美國要幫我們嗎 蛤 你美國 台灣幫美國 能幫到連任嗎 看來現在川普覺得 喔 台灣好像也沒辦法幫他連任啊 都不重要 因為透過今天波頓的書 就已經講非常清楚了 今天川普的考量 就只是他要連任 他才不care你們 怎麼搞 也不太喜歡台灣 這就是現實啊 還真的沉睡啊 這一群人 還真的騙啊 真的是民進黨贏了台灣 輸了 真的這句話講得太好了 結束啊各位 好啦 如果覺得今天這個川普啊 跟大陸啊 真的十足的下跪啊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幫我訂閱 幫我把小鈴鐺打開 如果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大家講一下 下次見 拜拜